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奋土为要得着基督 那我们先来看第七节 他跟第八节事实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第七节说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如果我们在网上面看的话 就会看到保罗事实上在讲 他以前有一个宗教的一个热忱 他觉得他是可以用自己的 对神的一种想法 一种看法 当作他的一个动力 然后成为他的属灵上面的 或者是一个宗教上面的成就 那他说因着基督 他把这些事情都变成有损的 因为以前他知道的信仰 事实上是要靠着自己的热忱 而去达到目标的 但是他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面 他知道说这不是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关系 事实上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提醒我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们甚至也会回到保罗他以前那样子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一种对宗教的一种狂乐 或者是对宗教的一种看法 一种努力 并不是一个出自于因着神的爱来感动我们而去服事的 有时候是为着要得到一些我们觉得人的赞取 或者是得到一些 这些我们想要得到一种自我的一种满足 那因着耶稣基督 我是否把这样的一种服事的态度 当作有损的呢 是不好的呢 因为往往如果我们是有一种 这个 expectation在服事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失望当人 没有给我们这掌声的时候 所以这边就让我第一个心查 是否我的服事是借由爱而激励我 然后去服事的 还是为了要得到一些鼓励 或是得到一些这种宗教的这种狂乐 然后让我可以觉得说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那第八节他接着说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那他就说不只是在宗教的上面 他的生活的这些人生的价值观也改变了 他把这很多的名和利益 大家觉得好的 他就当作是有损的 不好的 然后他觉得最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的 那他接着说 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愤处 为要得着基督 事实上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刑察 是保罗并不是疯了 说他知道这些东西 他把它当作不好的 而是他是做一个决定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生活上面有很多的 这些我们都需要的 这个生活的一些基本的 财力才能够过一个生活 我们也知道保罗他事实上是 一个支帐篷 来支持他的一个信仰主事的一个工作 那这边提到的呢 事实上他是说 他做了一个选择 人要追求的东西 他不要再追求了 他要追求的是耶稣基督自己 原来他要的是一个关系 而且他看见了 就是说耶稣比这些东西都还要宝贵 然后呢 他舍去呢 不是因为他傻 而是因为他看中一个更重要的 那就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好像耶稣的一个比喻 他说天国就好像有这个宝贝藏在土里 然后这个人就把他卖掉 他一切的所有的 然后呢 去买这块地 然后得到这个宝贝 所以呢 这边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是否我们真的是这样看我们的信仰呢 我们是否会愿意舍去一切 换取我们的信仰呢 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往往我也有软弱的时候 就会看到说 好像服侍或者是跟着这个信仰上面的 这种这个脚步 有时候代价真的很大 那是不是值得的呢 巴罗说是值得的 因为得到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职宝 鼓励大家在这新的一周 这个周末 我们都有这样的时间 能够去想 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服侍的态度 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职宝 然后把我们一切的牺牲 都是为着要得着基督而做的一个决定 有一个决定 有一个人都在对这个球 有一个人都在抗壁 我们都在这家里 你这家里 安心的